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中国文化远远流长,亲情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感受到的是亲情的温暖和舒适,这种感情是我们心中的支柱和依靠。 在我们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亲人总是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和支持,令我们感受到了安全和温馨。 亲情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永远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但是,亲情并不总是这样单纯,有些亲情却是一种负担,有时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与伤害。 人们常说家出三人,家到衰败,有三种亲人,比小人还可怕,看看你身边有没有。 不知感恩的亲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存在,家和万事兴是每一个家庭都期望的,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更是无法替代的纽带。 但是,在亲情中也有一些令人不堪的因素,这些因素甚至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家庭观念和亲情关系,我们接受的教育中都强调要尊老爱幼,孝顺父母。 但是,有些人却忘记了这种传统的美德,他们不知道感恩,忽略了家庭成员的付出和辛劳,总是觉得这都是理所应当的。 不知感恩的亲人就像不长记性的金鱼,他们好意勿劳,喜欢坐享其成,总是对家庭成员的付出和帮助视而不见。 这样的亲人常常会对家庭产生负面的影响,不仅会导致家庭的亲情和睦程度下降,也会造成不必要的矛盾和争吵。 对于这些人来说,即使再多的帮助或帮忙,也是无济于事的。 他们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周围的亲情和善意。 这样的人往往是家庭矛盾,不断的癥结所在,没有德性的长辈。 长辈在家庭中通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家族的领袖,也是亲人中最有经验和能力的人。 年长者往往会受到尊重和崇拜,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都拥有正直的品德。 他们可能自私、自利,甚至有为道德原则和人性的基本规范。 比如,一些长辈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亲属的利益,一些长辈在言语和行动上恶言相向,欺压晚辈等。 这样的长辈不仅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和尊重,还可能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声誉和荣誉。 长辈的言传身教会对后代的价值观念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要盲目地模仿或崇拜他们。 对于年长的家庭长辈,我们要给予足够的尊重,但是我们同样要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和选择。 挑拨离间的亲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基本单位,确保家庭大团结和平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即使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观念依然深植于我们的思想中。 家庭应该是和谐的,是一个互相爱护和支持的地方。 然而,有些亲人可能会起到反作用,他们会挑拨离间,散播谣言,制造矛盾和分裂家庭。 这样的亲人极具破坏性,容易引起家庭内部的对立和矛盾,甚至会导致整个家庭的瓦解。 亲人要生,有时也要注意距离。 亲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情感如水,流淌在每个人的心中。 但是人们也常说亲人要生,熟人要亲,生人要熟。 有时候,也要注意与一些亲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然,这种距离应当是一种关怀和尊重,而不是一种隔离和排斥。 家庭是一个人的根基,它不仅提供了人生的支撑,也是一个人能够依赖和信任的基础。 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持家庭的团结和稳定,建立亲情和友谊的纽带,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美好。 亲情如水,不可推,不可拉,自然而然。 我们用亲情来描述父母对子女的爱,兄弟姐妹的相互关爱,子女对父母的孝敬等等。 这些理念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家庭美德和亲情观念。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大,亲人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理想。 有时候,亲人之间也存在矛盾和摩擦。 比如,我们可能会因为生活方式或者价值观念产生分歧,或者因为某些事情产生争执,无法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 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存在,就容易引起亲情破裂,让我们失去那种跟亲人联系在一起的感觉。 而在这时,保持一定的距离反而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平衡心态,让亲情得到更好的维护和发展。 在家庭中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不是要彼此疏离和背离。 事实上,适当的距离可以给亲人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 小结 加出三人,家道衰败不仅提醒我们珍惜家庭的重要性,同时也教育我们认真对待家庭关系,尤其是对于那些容易带来负面影响的亲人,我们更要警惕和防范。 虽然有些亲人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们同样也能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提升我们面对人生百态的能力,让我们珍惜家庭,守护亲情,共享美好的生活。 家是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港湾,在处理亲人关系时,我们要坚持道德原则,忠诚互助的精神,不断增强自己的亲情观念和责任感,才能在家庭和谐中茁壮成长。 老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抖凉,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外貌的评价标准不尽相同,但是在生活中,以貌取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人们常说像游新生,你心里怎么想,就会在你的脸上有什么样的表现。 相信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面对一个愁眉苦脸的人时,你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他身上的压抑和不快,而当你看到一个面带微笑的人时,你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他身上的温暖和愉悦。 人们常说和嘴弯弓不可教,两腮无肉大弯腰,有道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和嘴弯弓不可教。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和嘴弯弓,意思就是嘴角向下,嘴唇紧闭,嘴角向下搭拉着,看起来像一把弯弓一样。 在人们看来,这样的表情代表着严肃或者不悦,总是有这样表情的人看起来,会让人觉得不好靠近。 这也是人们平时经常说的苦瓜脸,俗话说,笑一笑时年少。 一个人笑的时候,不仅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好,还能给别人带来好运气。 一个人如果总是板着脸,那么就会给人一种距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让别人没有办法靠近他。 让别人觉得他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不愿意和他交往。 这样的人情绪总是很不稳定,喜怒无常。 当他们开心的时候,就会对周围的人表现出亲切友好的态度。 但是当他们生气或者不满意的时候,就会发脾气或者抱怨不休。 这种行为让人很难预测他们下一步的举动,也让人觉得很不安。 其次,这样的人经常会向周围的人传递负能量。 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不满或者抱怨传递给别人,让别人也感受到压力和不安。 这种负能量会让整个气氛变得很沉闷,让人感到很不愉快。 整体来说,没有人愿意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因为这样的人会影响到周围的人的情绪和生活质量。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斥情绪不稳定的人。 有时候,他们可能只是需要帮助和理解。 我们可以尽可能地理解他们的处境,试着与他们交流,帮助他们缓解情绪。 我们也可以尝试给他们一些积极的建议和支持,帮助他们走出情绪低谷。 这也是对他人友善和耐心的表现。 两腮无肉,大弯腰。 两腮无肉,意思就是脸颊两侧没有肉,脸看起来很尖,就像人们常说的尖嘴猴腮,就是这个意思。 在人们看来,两腮无肉的人总是给人一种不和善,刻薄,心机多的感觉。 特别是在古时,这种长相的人比较常见,尤其是在贫穷的家庭中。 在古人看来,两腮无肉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 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复杂。 在裁员有限的情况下,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需要。 如果人民不能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他们就不可能追求更高尚的文化和品位。 因此,在古代社会中,这样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福气,没有人生价值的人。 其实,人们说这句话也是为了提醒人们谨慎交友。 对于那些心机深沉的人要远离,不要深交,他们的算盘往往非常隐蔽,我们可能无法预见到他们的恶意。 接下来说,大弯腰。 大弯腰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就是指经常弯腰的人,第二种就是人们常说的水蛇腰,意思是说走路扭动十分夸张。 无论是哪一种,在人们看来都是不好的,这样的人往往都是惺惺作态的虚伪之人。 因为在人们看来,经常弯腰扶手的人都是经常拍马屁的人,走路十分夸张的人都是喜欢惺惺作态,引人注意的人。 在人们看来,他们会过度表现自己,用各种手段来引起他人关注。 很多时候,交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自己获取利益的手段,所以,遇到这样的人一定不要深交。 小杰 我们常说,人心隔肚皮,人心难测,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身边就没有小人。 所以掌握一些识人看人的技术,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而,现代社会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凭借长相就来评断一个人的性格了。 许多优秀的人,比如说优秀的演员和模特,都可能不符合两腮有肉的审美标准。 而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长得瘦,就去默认他是尖酸刻薄的人。 现代的社会注重能力和表现,人们对一个人的态度和品质非常注重,而不是仅仅看一个人的长相就做出评价。 如果我们真的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温和或冷酷,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和言语,以及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根据外貌来做出评判。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树立自信,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努力。